昨天我们新闻中为您报道过 在高雄有一名年仅一岁六个月的女童 莫莫奖因为车祸伤到了颈椎 导致她四肢瘫痪 她的姑姑特别成立了粉丝团 希望大家可以帮莫莫奖来集气祈福 而跟她有同样遭遇的四岁巡巡 还隔空拍了影片 帮莫莫奖这个小妹妹加油 说希望两个人都要勇敢撑下去 现在才一岁六个月的小女孩莫莫 尽管全身有多出插管 四肢瘫痪 不过莫莫还是相当的坚强 努力的向镜头摆出微笑的表情 不过有时候还是会因为 实在忍受不住疼痛而流下眼泪 每天最期待的时刻 就是爸爸妈妈来医院看她的那一瞬间 就是跟她说你最棒的 你很勇敢这样子 她要加油 爸爸会等她跑起来这样子 一个多月前因为一场车祸意外 让莫莫的颈椎第五节受创 失去了行动的能力 当时载着莫莫的妈妈 也因为头骨碎裂 脑部需要进行开刀 尽管还在休养期间 还是天天来医院探视女儿 我还在休养中 所以就是我尽我能力 可以看她就看她 而同样有类似遭遇的嘉义女童 循循透过妈妈也知道了 莫莫的消息 尽管身体还是相当不舒服 循循还是坚持要录一段影片 帮莫莫加油 你一样生病了 现在躺在床上 那你要跟她说什么呢 加油 加油哦 还有呢 勇敢 再过不久就是母亲节 每一个当父母的人 都希望自己的小孩 能够平安健康地长大 现在两个家庭 彼此加油打气 希望透过网路的力量 让这两位小妹妹的病情 早日出现奇迹 记者南部综合报导 晚安 晚安 希望能够平安 能够平安